音乐节目 静歌金曲进行大革新 改革后的头炮 就找来九位在静歌亮相的张静轩 包办整集 他也说感触良多 今天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是因为以前 我的很多节目都在这个录音场录 陌生就是看到很多新的脸孔 对 有很多新的 小朋友 小朋友的同事 我突然觉得 好像有种前辈的感觉 然后非常高兴能够回来TVB 录影自己的音乐节目 因为上一次在这里 就是上一张专辑 所以这次就带这张专辑来 对 还有就是带异样团队来 就是帮你伴奏 对啊 今天把我的演唱会的 band都带过来了 希望能够 把我们今天要宣传的曲目 最原装的去呈现给 我们的TVB的观众 轩仔早前上传照片 说庸人姐姐弄坏了锅子 幸好获赞助商送电器 轩仔说 其实庸人姐姐已经很努力 在钻研厨艺了 庸人姐姐有没有煮好东西给你吃 保养身体 这方面我觉得你跟我都不要有太大气 大家要对她不要有太高的要求 其实她很能干 但是可能煮东西上面就是 她自己也吃得很简单 对啊 我有时候我回家看到 她自己煮的东西也非常简单 然后什么东西都往里丢在一起 就像火锅一样 所以对于我来说 我们一起去进步吧 一直在内地参与选秀节目的容祖儿 日前在社交平台说 因为做水晶指甲 令剪刀不慎插入虎口 流血不止要缝针 轩仔知道这件事也很担心 他整个剪刀不知道怎么样 就插到这个虎口 我看到我都就是觉得心痛 然后但是我知道他 就在进入在一个工作状态的时候 他会比较投入 所以我们都让他要放松一点 所以说如果有男团的话 你会不会参加呢 我啊 对 你那么去看得起我啊 对啊 好 反正我们第一个要求就是 不跳舞 然后唱歌还行 对啊 但是现在好像还要会耍帅才行 对 那这个难不到你啊 不行不行不行